大家好 我是陳志榮醫師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的幸運角落 在我們門診 看了這麼多年門診 然後不孕症上門求診的病人 常常會問到說 我想要懷孕 那治療期間 我上網查 跟病人都會建議我多喝基金 有沒有什麼幫助 對我的懷孕的治療 會增加懷孕的機率嗎 那針對飲食這方面 我們今天大概我會給一些建議 今天就講講好運大餐 一個養卵的大計畫 那至於準備養卵的大計畫 其實就是想像自己在懷孕中 要吃健康一點的 那就對了 那第一個 我們就先講 有鮮果 蔬菜 就黃玉色蔬菜 還有新鮮的水果 這種都不錯的 然後如果說真的是不喜歡蔬菜 我們也可以用 蔬菜汁啊 新鮮果汁取代 那譬如說西瓜汁啊 蘆筍啊 那還有橄欖汁啊 這些都還有 附含一些像 譬如說 骨盤 藍酸啊 葉酸啊 這些東西都是 很有抗氧化的作用 也可以 增進排卵品質 那第二個就是有關於脂肪的攝取呢 那當然 脂肪的攝取來講 第一個選擇還是以植物性的脂肪 會比較優先選擇 譬如說 橄欖藍油啊 葡萄籽油啊 然後 堅果 惡梨 這些都會比較好的油 那就是比較富含這種 單元不飽和的脂肪酸 還有抗發炎 還有促進排卵的作用 促進懷孕的能力 那也可以增加我們試管嬰兒的成功率 那盡量避免 攝取很多的那種 所謂烘培用的那種 反式脂肪酸 那至於動物脂肪呢 那就是 它比較會增加這種 所謂的胰島素的糖性 會有增加排卵障礙的可能性 所以說盡量 減少動物性脂肪 這種 顴骨類的 高鮮的 蕎麥類的 藜麥類的 這種澱粉類的植物 那血糖上升會比較慢 那也是會讓胰島素上升會比較慢 那這次對排卵是有幫助的 那也可以減少這種 所謂的發炎反應 很多疾病的元凶都是糖類 尤其是這種多囊性卵巢體質的病人 更應該減少或者是 戒除那種快速升糖的飲食 比如說精緻的餅乾 甜點 還有手搖飲 最近手搖飲很好 這些都是應該減少 盡量減少 至於蛋白質就是 盡量少紅肉 比較多的白肉 或者是去油的牛肉 那魚類 至於植物性蛋白 雞蛋 這些都可以 好 這個飲食養卵的計畫 今天簡單的講到這裡 那下次再關注一下 我們的幸運小角落 那我先去看這 掰掰